这已经是小白下房后第七次搬家了 自从显怀后 小白每隔四个月就必须搬一次家 否则容易引起邻居的疑心 这段时间以来 小白不再爱吃从前喜欢吃的糖醋鱼 甜的 酸的都不爱吃 反倒爱吃咸食 从前每日都要吃甜的铃口 他是怎样都吃不下去 隔壁铃口店的小二推荐小白尝尝以炎腌制的铃口 买了一包咸的铃口后 小白就回到自己的小店 因为还刚开店没多久 街上往来的人并不多 进店的更少 小白坐在柜台上 抓起刚刚买回来的铃口吃了起来 这铃口的味道正是小白想要的口味 才吃了两块 便无法停下来 一口一口地将那一包铃口消灭了 小白一边吃着铃口 一边看着自己圆的象球的肚皮 笑着说 从前最爱吃甜食 现在偏要吃咸食 一定是滚滚喜欢吃 对吧 滚滚你一定要生得又白又胖的 届时娘亲把你养大之后 就带你去青秋见家人 可是我最害怕你的外公外婆 他们会强行让你的父亲负责任 所以我也就只好先掌后奏了 委屈委屈你了 这一晚 东华下凡找小白的时候 图进一个凡事 看到一个成大的君王娶妻仪式 身穿华丽礙服的君王和王后 再行祭天大典 一个内官正在宣读封后诏书 正为德协皇长 王化碧源于公捆 方流同事 母一用事于家邦 禀令范已成修 西红名儿正位 姿耳系出高红 辞住中司 居子恰君贫之德 一应茂典 滋养尊词玉 命以策宝 丽尔为皇后 画背樊平 一表灰音之四 青灾 站在云端的东华 在看到这一幕后 漠然想起自己亲自拟定的迎亲书 青秋湖足白氏 凤酒 书甚姓成 温文尔雅 端庄贤书 绘制蓝星 乾功中愧 贤雅端庄 一箭长秋 刻贤魅泽 一张平枣 以凤宗族 金与本君喜结连礼 永结情境之好 成为帝后 这份迎亲书 本来应该在成婚当日 自己去青秋的时候 当众宣读 这可惜当日因为几横和秒落而无法出席婚宴 而且小白因此而伤心 离开了太成宫 就连青秋也找不到小白的踪迹 低头看着君王邪王后 一步一步往游行车架走去 那位君王是何等意气风发 又是何等春风得意 那名方才被封后的女子 一步一驱地随着自己的夫君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回到太成宫后 东华当晚再次无法安睡 翻看了从小白签订的婚书 想起从前的一幕幕 几个月前 哲言和白珍再次来看望小白 哲言告诉小白 小白的临盆时间会在今年的四月底 以小白当时的状况 不适合在经营店面 在哲言和白珍的强烈要求下 小白就关了店面 不再经营小店 一心一意地安心养胎 育儿经所记载的都是运气注意事项 和小狐狸仔出生后的养育注意事项 也有记载灵盆征兆和灵藤的注意事项 但记载并不多 为求安心 小白现在大部分的心思都在滚滚身上 没事就在为滚滚的道来做准备 小白打听过了 隔壁镇上有一个在附近几个镇 都十分出名的吻婆 灵婆婆 经她手顺利出生的婴儿不少于千名 若这灵婆婆是在二十岁继承祖上一术后 开始成为吻婆 至今四十岁的灵婆婆 平均每年帮助五十名产妇顺利诞下婴儿 小白盘散 若有灵婆婆在旁 那自己就安心多了 现在月份大 身子越来越臃肿 行动多有不便 小白就想着如果有一个小侍女 像茶茶或者沐云那样 照顾一下自己的日常就好了 于是小白在世纪上转摇 花了一定银元宝 买了一个懂得照顾孕妇 您换雪莹的小侍女 雪莹出生在乡野人家 是家中长女 下面还有八个弟弟妹妹 因为年纪最大 所以家里小弟小妹基本上都是雪莹帮忙照顾 原本雪莹家中有吉姆薄田 一家人勤恳耕种庄稼 加上雪莹娘亲闲了就日夜不停仿杀织布 一家七口的日子不算富裕 但总体而言算过得去 未旦近两年来 北荒闹旱灾 前两年只降雨数次 而自去年九月份至今 近半年更加滴水未浆 无形的旱灾使得多少家庭无以为继 揭不开锅 多少家庭因此而逼迫变卖家产 而最后只能流落街头 卖儿卖女的 雪莹只是这场旱灾严重后果的缩影 小白让雪莹称自己酒姑娘 因她并不想透露自己太多信息 而且她只是想着在滚滚出生之前 这个特殊时期 找一个是女照顾一下自己而已 待滚滚出生后 她就会带着滚滚就离开这个凡是国度 去往另外一个国度 独自抚养滚滚 重新开始 雪莹经家庭变故 原本开朗的性格变得沉默 不多话但很细心 雪莹剑买下自己的竟然是一位友谊女子 看她年纪同自己相仿 性情比起镇上的财猪 大小姐不知道好多少呗 而且相貌极佳 一开始雪莹刚到小白家 十分拘谨 但小白性格随和 很快就同雪莹成了关系极好的主仆 雪莹不少见苛代是女的大小姐 幸好将自己买下的 竟然是性格温和的酒姑娘 因酒姑娘带自己极好 雪莹当然感激 她自然是尽心尽力 小白见雪莹将自己的日常打理的 紧紧有条 试试想的周道 很满意这样能干但不苟言语的侍女 相处了一个月后 小白对雪莹越发放心 这一日 小白给雪莹两定银元宝 交代她在吻婆家旁找一个院落 雪莹虽然年纪小 但做事沉稳 很快就找到适合房子 交付了银两后 小白就和雪莹搬到这新的院落 此处与吻婆林婆婆家只是一墙之隔 雪莹倒是为小白考虑的周道 万一有什么事 可以第一时间去请林婆婆 数日前 驻守范英谷神军回去九重天禀告 范英谷今日来外泄的浊西速度加快 以从前的净化浊西的速度 根本无法制止浊西外泄 天军得知 马上加拨神军去支援 维护阻止浊西外泄的结解 同时多派神军加快净化浊西 自庙遗冤崩塌以来 从未出现这种情况 东华虽然有心想要多费心神找小白 但在关乎四海八荒苍生的大事上 他从来不会含糊 况且 除了有赤金穴护体的东华可以下范英谷 还有这八荒六合 还有谁可以去查探范英谷的浊西情况呢 东华随即出发去了范英谷 下范英谷谷底查看情况 范英谷确实有异样 在此前封印渺落的位置 出现有一股淡淡荧光 难道就是因为这股荧光 使得浊西不断往外涌出 细细检查之后 东华发现这股荧光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 将原来封印渺落位置 浊西最浓稠位置中的浊西稀释 而那些被稀释出来的浊西才会不断地往外涌现 这样一来 范英谷底部的浊西浓稠度正在逐渐下降 从这个角度上看 这股荧光倒像是在进化范英谷的浊西 但东华并没有找这股荧光的源头 也就是这股荧光并无实物发出 却像一种异象 只是从那封印过渺落的位置偷出来 东华当日选择在范英谷封印渺落 只是看重此处与外界隔绝 并没有特别之处 范英谷此时出现这股异象 确实让东华无法理解 这股荧光只是在西式范英谷谷底的浊西浓度 对范英谷而言确实是好事 东华施法加强了这股荧光 使其西式浊西的速度加快 并嘱咐了驻守范英谷谷口的神君切勿松懈 另外回到九重天后 东华交代加派更多神君到范英谷谷口 随时查看卓涌现情况 以不变应万变 自三日前开始 小白就开始觉得身子越发笨重 周身体累乏力 学院见酒姑娘不爱动弹 就早早同隔壁的林婆婆打了招呼 随时会请她来帮忙 吃过晚上后 小白如常在窗前看着天上的明月发呆 自己离开太成功快三年 不知帝君现在如何 滚滚马上就要出事 如果帝君在的话 又会怎样 小白想起那晚做好剑侠后 和帝君讨论日后生多少小狐狸 想到这小白伸手轻轻抚摸以自己圆圆肚皮 这两日滚滚很安静 没怎么动 倒是很乖 坐在窗前没一会 忽然刮起了风 将院落中树叶沙沙作响 片刻后 原本高悬天上的那轮角节的月亮逐渐被乌云所遮盖 正当小白呼吁是不是要下雨的时候 她忽然感到小腹传来一阵肚皮发紧的不是 这种不是小白这几日经常感觉到 一般都是没一会就会消失 而且上次哲言说滚滚大志在这个月末才出事 现在只是月初 想必滚滚还没到出生时候 所以小白根本不在意 可没一会 这种不是再次出现 而且比起刚才不是感更加强烈 小白不由地皱眉 说滚滚你又踢娘亲刚刚说完 小白又觉得方才不是感消失了 小白伸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肚皮 笑着说淘气地滚滚 还没说完 方才那种肚皮紧绷再次出现 但这次非但肚皮发紧 更加伴随腰酸背疼 小白皱了皱眉 拍了拍自己小腹 不悦地说 滚滚你这是怎么呢 经小白这么一拍 刚才的腰酸背疼感再次袭来 小白将那对好看的眉毛凝成一团 痛楚依然没有停歇的意思 小白坐不住了 双手拆腰正要站起 来想要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想要借此来舒缓舒缓疼痛 在房中走了几圈后 痛感逐渐消失 当小白还没有喘过气来 又开始痛起来 小白又盘算着在房中活动活动 但痛已并未让小白如愿 在房中走了几圈后 痛感并没有减轻 反而逐渐加强 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小白咬牙忍了好一会痛感 才逐渐缓解 才坐下没一会 小白再次被痛楚所困扰 这次痛们小白而坚持冒出冷汗 无奈之下 小白又站了起来 围绕卧房走了好几圈 又艰难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才拿起茶杯 喝了一口 疼痛让小白无法下咽 腰酸背痛还有腹痛 还在不断加强加密 小白身脚易软 身子无力地跌落在椅子上 双手重重拍在茶几上 剧痛还不断地传来 小白觉得天要他下来 浑身使不出力 痛得他扶在茶几上身子 止不住地颤抖 茶几上茶具随着小白身体颤抖 而摔落地面 发出刺耳的瓷气破碎的声音 在门外听到屋内传来的声响 雪莹放下手中火 一边大喊酒姑娘 一边快步往房内走来 到了这个时候 小白意识到滚滚要出生了 自己要临盆了 这下他有些慌神了 脑海中出现了那么熟悉的背影 紫山银发 帝君 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滚滚 要同娘亲一起加油 小白无法细想了 因为实在太痛了 雪莹才走到房门 就已经发现小白趴在茶几 痛得浑身速速发抖 不由得急切地大喊酒姑娘 小白双手抓着茶几 疼得直抽冷气 低声喊着雪莹 雪莹马上跑到小白身边 发现小白满头大汗 那张原本俏丽的脸 因为痛楚而扭曲得不成样子 小白平日对雪莹不错 如今见小白痛成这样 心中焦急 建议 酒姑娘 我扶你到床上休息一会 我这就去找林婆婆过来 说着 雪莹扶着小白往床走去 小白看着雪莹 点了点头 闷闷地挪着自己的身子 费了好些力气才走到床边 雪莹给小白盖上了被褥 说了一句 酒姑娘 我这就去找林婆婆 你好声歇着 说吧 就往门外走去 躺在床上的小白 被痛楚所折磨的有气无力 咬着呀 艰难地说 快去快回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